解释信念意是如何创造现实与原理 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秘密 一、信念的力量 信念是个人现实建筑师 不仅是观察者 更是积极塑造我们感知世界和互动方式的力量 信念影响思想 思想引导行动 形成一个持续的创造循环 二、意识与信念的合作 意识和信念之间存在着正向合作 塑造我们存在的结构 潜意识是信仰的宝库 储存住从童年记忆到社会规范的一切 影响住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三、自我实现预言 信念就像一股磁力 将世界拉向期望 我们是自己现实的魔术师 用信念施展咒语 观察世界相应地重塑自己 信念 行动和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 形成一场神奇的舞蹈 四、神经可塑性 信念是塑造大脑神经景观的雕塑架 神经可塑性是关键 大脑在信念的推动下 积极重塑物理结构 这是心灵和物质之间深刻联系的体现 五、集体影响 个人信念和集体叙事相互影响 共同塑造集体意识 每一个信念都是宇宙之物中的一步 共同编排出一笔魂蕾的挂坛 六、认知天物 大脑存在认知天物 支持先入为主的观念 确认天见塑造信念 形成一个与已有信念一致的现实 七、现实创造的冒险故事 将现实想象成冒险故事 信念是情节转折 意识是无所畏惧的主角 这是一场不断发展的路程 信念塑造情节 情节塑造信念 八、宇宙游乐场 将现实想象成宇宙游乐场 信念是基石 意识是建筑师 这是一场关于创造的理解 建构自己独特宇宙的旅程 九、结束的思考 最后 我们是意识的艺术家和观察者 描绘出独特的杰作 在探索现实的旅程中 留下的想法和问题 以及对话中可能要添加的内容 这是一个探讨信念 意识和现实创造的深刻而有趣的旅程 每一部分都反映着我们如何理解 塑造和体验这个世界 感谢观看